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就是很高兴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做教学的心得 刚刚修正一下我是去年才搬到台南去生活的 所以还没有到两年了 好可以好 好那这个议题其实是在探讨一件事 就是说很多学校大专业校还有 包含甚至现在有一些坊间的教育训练 那有很多是迁入式系统教学相关的嘛 那迁入式系统是哪些呢 基本上你看到上一场非常精实的 Freedom的演讲就知道 这迁入式系统有非常多值得探讨的项目 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很贵 教学的话可能所费不值 因为学费很贵 毕竟教学可能就很贵 那我以前也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蛮贵的 后来发现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做 我们可以用善用一些open source的元件可以去用 然后你会说那硬体是不是很贵 硬体很贵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自己来募款 好对就是有很多解决方法 所以就是说 对啊 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法是很多的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不管有没有 你叫什么岛都没关系 你叫宝岛鬼岛什么岛都行 然后就是只要你个人不要倒就有希望 对那 有很多病痛方法可以去做 然后这是我个人介绍 这个不重要挑过 好然后那其实我现在身份是这样 我在成功大学1999年登记入学成为一个成功大学的学生 然后大学三年级念了十二年 好那 然后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写信给老师 我的导师一封信 因为大家知道休学的时候要给导师签名 导师跟系主任签名 所以我就写信跟老师说 老师我要休学 老师说好你过来办公室找我 然后那时候要休学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人要支持我 就是 唯一只有一个我的导师支持我 他说你如果想通了就去做吧 然后眼泪就快哭出来了 但发现系主任要签名 对那不是重点 好那 所以我那时候离开学校的时候 就2001年 正式离开学校是2002年 那运气还不错就是 闲置了大概16天 那刚好就接到那个就是兵议课刚好通知说 我可以去当兵了 所以我没有闲置太久 那我就在空巡服务 然后2002年的时候 我就回来学校教书 然后继续当一个大学生 所以我到现在还在练书 跟在座很多同学都一样 好 然后 去年的时候啊 就是人家我 就去年4月19号 我都还记得这一天 我把它记下来 他说 就我那时候辞掉一些台北的工作 一些工作 那辞掉的时候我就说 人家问说你辞掉东西要干嘛 我说想去研究作业系统 然后问说去南部要干嘛 是不是要娶老婆生小孩 我说不是我要先来研究作业系统 那你去南部要干嘛呢 找更多人来设计作业系统 好 那 但是这件事很困难啊 做作业系统反正就困难 然后再来是现在都是很大规模 你看了上一场福利等的toker就知道 你发现你会有很多关键字看不懂 单独看都看得懂 对不对 但是你不曉得里面在讲什么 这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规模 所以需要规模的时候你怎么办 你就是要有人可以来打仗 不能只靠一个监视器 你要靠真正的军力来打仗 好 所以呢 真的要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要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去学校教书 那 其实我一开始教书我没有很 很热衷这件事 我就觉得说 毕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教书 我妈妈在 我妈妈在我休学的隔一年 她被诊断罹患癌症 那她其实她一直都很健康 她就是以前都没有用过健保卡 然后那时候我在部队 其实我吓傻 就是说 因为我以为那个是谣言 我只是说人家玩弄我的 所以我听到我长官转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不觉得那是真的 那有一天我妈妈又在打电话给我 过了三天打电话给我 她说 可能叫我要做一些准备 然后她就反正她要开始做化疗 然后反正她有一些移转问题 那 那个过程蛮长的 然后我妈妈做完化疗之后呢 她跟我讲一件事 她说她要回去学校教书 因为 她做化疗的时候是二年级 她要把学生教到 她受化疗的时候是要升二年级 然后她做完化疗的时候 就是学生是二年级 她当导师班 她说要把学生教到毕业 她才觉得才能够安心的走 不是不是不是 安心的离开学校 别乱讲话 头很运 然后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很多启发 其实说 像我妈妈这个 很早就可以退休了 因为她教书教了36年 她早就可以退休了 但她就是坚持在做完化疗 因为其实做完化疗其实很多问题 不然说她连手都举不太起来 那到底要怎么教书 其实也是 我觉得妈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 手举不起来怎么写 写白板 写黑板你要怎么写 找学生把那个讲座垫得高一点 所以在讲座就是垫一个高的 垫一个低的 所以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 她当导师其实 她没有因为说做完化疗 就把导师的事情放掉 她还是做家庭访问 那你会觉得说 那个学人家长啊 学生都比老师 就是 老师都比这些学生更 更辛苦 那 那这次给我的影响就是说 其实我们 教育应该还是可以做的 至少让我妈妈做一辈子的事情 应该有她的道理 所以就回去学校教书 好 那时候我们就弄了这个网站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连一下 就是 这是我们的教学的计划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网站 好 这个女士可以去连一下我们的课目表 那 我已经教了两个学期了 那在成功大学跟中正大学 那基本上如果说在这里也是老师的 那即便只要南部的学校 我都愿意去教 那不用不用收钱了 我就看你的诚意 你如果给我 如果贵校给我22k 好 那我就 我就 我就交 我就交 我就交六个小时 那如果你愿意给我多一点钱的话 那我就交 更多的 更多时间 好 然后 我那时候设定的课程是这样 就是说迁入式系统开发 那我们那时候发现一件很 就我那时候在暑假 去年暑假做一页试教 那我发现说很多同学啊对那个硬体啊 还蛮抗拒的 尤其资工系的学生啊 那我觉得是蛮可惜 因为资工系的学生其实要有解决问题的 那只要知道听到硬体啊 听到什么 USB啊 GPIO啊 然后你想得到那麽P打扮 你听到这些就慌了 那电机器系统的同学呢 他对电的掌握还不错 但是听到说写程式 蛤 要写200行 我说 因为我初作业都这样 这次作业只有300行 我自己写过只有300行 他说蛤 300行 然后 然后我问说 你觉得一个能够动的网站要改多少行 好 我说我有写过 我用中国来写 写一个能够用的我们公司的网站 要写多少行 要写 要写3000行是跑不掉 就是你要改到讨论区 你想得到那改到可以动 那3000行可以动 那这个300行你会觉得抗拒 或者3000行你会觉得不可以抗拒呢 那毕竟这个还是学生 还有些心理上一些障碍 所以我们就要当一个辅导老师 让学生把这个障碍少一点 所以就只要拿那个硬体来灌输给学生 那我们就找一些还不错的硬体 就是价格低廉 然后功能还不错的 然后 有可能有一些小的板子 像这样子 就是三号电池 这样子串起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板子很小 然后我们开始用GIT 就是感谢那个GIT咖啡 那 这次GIT咖啡的那个主持人 也有来我们这个Cost Club演讲 所以大家有兴趣跟他交流一下 那我们那时候就在GIT咖啡上面注册 所以就是每次的作业呢 都是用GIT来出 那你就做什么事呢 你就是 你就是GIT clone之后 你就可以改 改完code 你就commit commit完之后你就push 那push完之后呢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这样 你们看到这个 就是把那个时间表 就每个都是 每次的commit 我就给他review 所以有些人可能把点欧档啊 不要的档案 把commit进去我就回这个讯息 不然有些 有些同学就是用中文写注解 然后就说 请用英文写注解 然后再来是说 有些同学就在住 在那个GIT的commit vogue写 这门课好辛苦 我说我知道 可是我看得更辛苦 请你隔天到 请你礼拜三来的我办公室 类似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的互动还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是我就要学生刻一些工具 因为这是科博馆里面的那个 科博馆里面的话 他说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 然后我想说要怎么让学生学习作业系统 学习嵌入式系统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你去把作业系统的视觉化 所以很多同学都知道排程 比方说我问那个台 我以前面试很多台大资工的同学 那我就讲Dayluck 还没讲完这时候 他就把他背出Dayluck 发生了四大冲药条件 我说我的问题是Dayluck有听过吗 我本来要问这个计划 然后但是我真的要问的是 Dayluck有听过吗 请你帮我改一下这段code 看来没有Dayluck的问题 我不是来叫你背定义的 但是你背了再怎么滚瓜乱丑 你还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还是可能不晓得说 这个多工的系统到底怎么去运作 然后所以你会想到知道说 我系统如果有好几个threader 那到底做什么事 那后来呢 我有一个学生 他说他奇目专题要做一个鱼鱼鸡 那他觉得鱼鱼鸡好像很简单 所以他用快板只弄一个鱼鱼鸡 然后这个位移基呢 我就说好 你做一个位移基这很好 这是真正能用的东西 我们身为一个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就要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 好 我说这个很好 那我说 请问你的测试环境是什么 他说 他们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 实验室的 他指导教授有养育 有一个水族箱 水族箱 然后那个他就说 好 我就说你把这东西放在水族箱上面 然后如果呢 寒假 这个过去 这个东西 可以喂食那个里面的鱼 那鱼没有死掉的话 我就给你95分 因为我认为说 做一个能够用的产品就是95分 好 他最后拿到0分 为什么 因为鱼死掉了 好 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觉得说 喂鱼撕掉不就是旋转的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寒假 好 寒假有什么 实验比较重 会这样 那个会结块 对不对 那会堵住 所以设计这个东西 其实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你没有想清楚 他不是只是 只是把那个 把那个饲料往前堆而已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你要考虑到结块 你要考虑到什么 那个 卷动了 就转动那个速率的问题 所以不是 让你设计一个面板 然后这样子可以交捐 你就可以拿到分数 好 这个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鱼 被这样的东西 饲养 然后死了 是不是要克速 如果人家给你克速 你造成那个无辜生命的死亡 你是不是要获得一些惩罚 对 所以我就给他零分 好 但是给他零分之后 我们就来分析 分析说到底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研究说 系统有哪几个thread 系统有几个thread 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视觉化工具 去分析说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扭力是不是需要调整 然后时间 那些部分要不要调整 所以我就叫他说 好 没关系 这次给你零分 没关系 我们下去还会继续开课 请 换你继续 好 那我觉得是这样 那就是说 基本上我在成大开 成大跟中生大学开的课 都是这种等级的 就是说 就是可能叫你做一个 嵌入式系统 不然就是叫你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就是一个玩具的作业系统 然后 接下来我们考虑的 就是要考虑来做 变异器跟一颗CPU 就可能是 大概一万两千个Gate 就是 很小的一个小型的CPU 但是 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 很大的影响就是 你以前都觉得 这个东西遥不可及 你听到什么OpenC Open什么什么东西 越Open你会觉得越恐怖 对不对 恐怖都不能掌握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你做一个东西具体而为的 然后做这个东西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做 它能够喂鱼 然后鱼有安全钱的吃下去 对不对 这东西是不是可以放在Kickstarter 放在任何群众集资的网站 可以去兜售 对不对 你拿到钱之后 你可以去做下一个产品 最好是付一点钱 然后买英体 然后就是说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用的 那 那我们呢 其实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真正能用的东西 然后你有一个信心基础之后 再来去突破 那我去年 前年去布拉格出差的时候 看到这个雕像的时候 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受 没有 你们看到有个地方特别亮 对不对 那个我不想指 就是有个地方特别亮 对不对 但是其实就是这么说 就是那个东西 其实它比例不是很大 就像司马迁的受了不知道什么刑 可能影响了百分之二的器官 可能百分之二的器官 就怎样 影响他一辈子 影响到中华人民的一辈子 对不对 就是死记就是这么要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小东西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可以再做一些 就是从零到有 或者说做一个具体而为的系统 好 那这个是创新的两男的作者 他叫做Christensen 他是说过一句话说 其实你不需要结过很多次婚 好 不必 不必生了很多孩子 也不用到每个小孩都到长大城 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的父母 其实你只要用心去做 就可以当一个好的父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学生用心做的东西 长什么样 好 然后 所以一开始我们教学生呢 就是试着去接触一些周边 然后可能ADC RTC 这名词没听过没关系 反正就是说 我们 去定议设计这些题目 然后 好 这个 出了一点状况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就是 我们就接触一些 比方有更多图托券 跟RTOS 不要怀疑 就是 我就给同学一个 比方说FreeRTOS 一个open source的工具 open source的一个系统 然后 我就建一个模拟环境 它可能是一个开发版 那因为一开始经费的关系 我们就是用模拟去模拟 然后 我要给你一些小的题目 像这样的一个小题目 好 那你要寄给我 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是用全部切到git 所以你要用git来调调作业 然后你看到每次作业都提名的很长 对不对 然后类似这样 就是我要去叫你读个叙述 那读完叙述之后呢 你可能要做出特定的功能 然后参考资料 每个参考资料有很多 对不对 然后基本上每个礼拜 你要花一天来写作业 才写得完 好 但是就是这件事 我其实在鼓励大家去 想办法去讨论 因为做算你隔壁的同学 对不对 不管他是全班第一名 还是全班最后一名 其实你都是很可能合作伙伴 跟自己人合作呢 真比跟那个 做了手机 还要作弊的 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国民 合作一起 你要合作好歹 跟一个诚实的人合作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坐在你隔壁的同学 不要想说是竞争那种 他也许是这样 大家一起创造一个事业的 一个好伙伴 然后再来是说 后来我们有接触一些硬体 那比方说我就叫你 用一个板子 然后你去改上面的USB的Stack 所以你可以让这个板子 模拟成一个滑鼠 然后可以自动行走滑鼠 所以你会做什么事 你可以拿一个板子 然后插在你的电脑上面之后 它就模拟成一个滑鼠 或者键盘 它就帮你自动敲帐它的密码 帮你自动点滑鼠 那这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帮你画一些图 然后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在这过程中 因为你有写 程式有一定的规模 你可能开始做一些Unitest 然后 有开始做一些开发工具 作为工具来确认你的品质 然后再来是说 好 那我们在下学期的课 就是真的来做一个作为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系统 是长什么样的 好像点不太大 出了一点意外 对啊 我们在高雄 有个Canvas 请大家参考一下 欢迎来投稿 为什么没有 尴尬 我好紧张喔 为什么没有 连不到 有了有了 两盒 这好东西总是值得期待 好 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啊 那基本上我就是叫同学自己来刻 不要怀疑 那种东西你觉得是什么 什么ID开发工具 对不对 不 我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工具 叫你自干一个 可以把图画出来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Git上 可以 你可以参考这个网页 那后面有一些参考的实作 就是同学去科 这个实验多半是单纯的苦工 问题很少 那是同学的心得 然后 然后 他就是把这些东西视觉化 所以我给你一个作用系统 然后给你一个 让你修改一小段程式码 那就是执行的时候 把这些资讯生成出来 然后再次他可以把那个 Semiform Critical Session 的资讯码印出来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再次说我们教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蛮跟上实事的 就是我们教学的时候 刚好遇到什么事呢 刚好遇到那个高铁 高铁的那个 你知道大家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高铁停顿了 停摆了四个小时 然后有个记者说 他不就是重开机就行了吗 为了这件事呢 我们只好把这课程大张重调了 我们就花一整个 一整个礼拜 不是一个礼拜教课 两个礼拜写作业 我们来做什么事 我们来做一个火车的控制系统 就像这样 我们就在我们改课程 就是 然后我们改课程要做什么事呢 就在模拟那个 排班的系统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open source出来 就包含同学的作业 跟这个题目都是有 课程也是有open source出来 那 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一点还 真的还蛮感动的 其实有个同学啊 因为写我的作业 写到忘记去 去修 去听通试课 所以他导致他眼闭 就是 就是因为他写这些 写得太认真了 然后 最酷的是什么 就是他忘记选修下学习的课 你知道 所以他下学习课学分不够 就是 真的很酷 因为只是因为忘记 选课 就写成是写到忘记修课了 那我觉得说 这样好像就不太好了 对 这跟我们当年的动机好像不太一样 我当年是 不知道教师在哪里 找不到考场 所以只好不考了 对 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好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们的那个 大概的作业在挡什么样 比方说 其实都在Git上 你可以去下载 比方说 我们每次的作业 就是 我看一下 Git不能去 就是每次我都是用 Git上面出作业 所以比方说 我一次出一个lab13 然后 你会看到就是lab13 就有一大堆 这种 里面就很多 内容 然后是作业的那个要求 或是相关的资料 比方说 Viatos 这样子 然后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这样做 就是checkout到不同的branch 比方说 你可以看一下同学怎么解lab 第一个lab的 好 那 所以你看到说 这前面是我 那后面是我们同学 Lucas 那就是 他就去改善 就比方说我要去改善 你们看到他做的是什么 就是改善一个作业系统的contact switch 然后的精准度 所以你们看到他就开始改一些程式码 然后开始写一些工具 有没有觉得画面很多 一直卷一直卷 对啊 就有没有 终于卷完了 所以大概一次写作业 大概就是大概是这种规模 就是你要解决一个OS的问题 再你要设计一个工具 证明一个东西够好 然后 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作业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像这样的作业 就是 不要坏 这是一次作业的内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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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一个 土字的作业系统 就是我给你一个这样的作业系统 那这个作业系统可能在某个平台可以运作 比方说online可以运作 然后我叫你porting到一个什么平台 porting到一个cortex-m 所以 它两个架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学就要做什么事 就开始去修改啊 修改他的那个task啊 priority啊 然后可能里面发现一些bug 比方说有些preemption的问题 然后这段程式码其实是很久以前 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 我在国内某一家手机设计公司工作的时候 所写的buroader程式码 我照当时的印象把它重写 所以这段程式码其实已经用了多少年了 这段程式码如果 如果当时的产品开始出货的话呢 那应该已经用了六七年 那六七年大概有 大概五百万到 五百万到一千万个手机出货 里面有这个buroader 好 悲剧是什么呢 悲剧是我学生发现里面有个bug 对 对啊 我就觉得很酷啊 就是他竟然 他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些bug 就是 我十座的code里面有些bug 那我就觉得很丢脸 因为这东西已经在五百万到一千万 在台装置里面有一个用 他竟然发现有bug 那我觉得这功能让我真的很感动啊 就是同学就是 可以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 我们不见得 在南部啊 不见得一定要来做什么 写APP啦 或者南部什么没有工作机会 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 你干脆说你种族不对好不好 你干脆说你皮肤太黑好不好 对啊 我就不能这样子想嘛 活着呢 只要人没有倒 不管是保岛鬼岛 反正人没有倒就有希望 那你找不到工作机会怎么办 我们来创造工作机会嘛 对不对 反正了不起搭高铁 搭高铁很容易就到台北啊 这就是我做过一个压力测试啊 我就想要测试说我自己的身体 每天搭高铁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 所以我就是一天搭五次高铁 来做研究 就是 其实我发现这样也还好啊 说真的也还好啊 就是 就是测试一下这压力的极限 那我发现我一天如果搭三次高铁 是可能是身体就觉得会累了 但是两次高铁就是一来一往 其实还ok 而且还蛮快的 像我说我在台北参加研讨会 像我参加那个Lubi的Compers去年 那我就当天往返 我在台南一定要吃一个丰盛的早餐 吃一个菜种 吃一个什么叫那种 咸豆浆 那种吃饱了 然后在台北参加研讨会 应该多好 那研讨会回去呢 我们再来吃一下 吃一下南部的宵夜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而且这种交通上 我觉得没有带太大的问题 好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不是这个课程的学生也没关系 我们这个课程的教材跟他的解答 除了录影以外 我们都 因为我们可能下学期会开始录影 反正说这些课程的 帮助同学解答 甚至有好几种版本 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这是什么作业呢 让我想想 这个在做什么事 这个就是去模拟火星探测号 那就是 我们当时有一些课 就是我最早其实是给大家一个作业 就是在发生高铁的系统之前 我是给大家一个 先做一个火星探测号 然后再 大家来控制一个简单的机器人 不过后来出现一个更棒的题目叫什么 叫做 叫做 就是高铁的排班系统 然后跟高铁的系统 所以我们就是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我们来做什么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时候来做什么事 10 我看一下 Table 13吧 13 14 12 对啊 所以就是 我们给了一个系统 那你要试着去修正一个问题 比方说 在 排班的系统来讲 就是 火车的排班系统 我们设计一个情境 那你可能要去解决 那你可能要去解决 里面的一些 排阿底inversion的状况 还有一些拖来的问题 那其实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 你可以跟 同学一起合作 比方说 你会看到可能有不同的名字 那我会给你设定一个题目 然后大家去合作 那我觉得 在台湾 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的要求 至少我们在成功大学 还有中心大学 基本上做这样实验 然后 虽然不是没办法 虽然没办法 每个同学都有办法 写完这些作业 但是我觉得至少 你可以去试着这个过程 然后重点是什么 这些程式码 你是把它提交到网路上 那其实别人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 然后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真的 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说 这个过程中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这些题目 其实都有它一点难度 比方说 我们突然 突然对高铁有兴趣 我本来不是要排这个 然后我们就来花一点时间 来研究高铁 然后设计一个模拟 一个高铁的系统 然后 你们看到每个礼拜 都有Lab 对不对 对 没错 每个礼拜都有作业 然后每个月都有月考 其实课还蛮重的 但我发现其实 有很多同学 都是从第一堂课 参加到最后一堂 连暑假都还开始 所以 像我上学期的课 在去年 去年的课的作业 到现在还有人在教 就是 有趣 我用一句话来当结论 就是说 像我是一个对教育 以前对教育 失去希望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 对学校很失望 所以我就休学离开学校 没什么别的道理 后来有一段时间 去年我都回到台湾 回到学校 然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想要搬去国外工作 因为 因为你知道台湾有些制度 比较麻烦 有一些大陆的重点 大学可以直接发给我评书 在台湾学校 可能连挂个名字 可能都很困难 但是就是说 郑先生他说过 说过这句话 我觉得还不出来 就是说 像我对教育失望的人 是不是更应该去投入这个教育 因为就是 就是我就是看这个教育 有问题 我就觉得说 我们 至少我觉得 我假如税还蛮多的 我觉得 好 那我假如那多岁 然后 大概钱用到哪里去 然后可能有些 办一些比赛 然后学校一些课程 也不是很多改进的计划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改什么 好我就跟学校说 好 我一毛钱都不拿 然后我的奖 你如果给我奖是非 我就把这些钱拿去给学生 买电脑 或是买硬体 那个都行 好 我们来自己改改看 那这个改的过程中 其实 一个人能够做事很有限 但是你可以看说 像教育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是 你对教育体制推一下 那可能有个反弹 那有个反馈 那就是其实它就会 創造一个正向循环 而且透过一个 我觉得透过 Open Source的力量 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说 像我们没有硬体 我两个礼拜前 我就跟大家 就在Facebook上面写 说请你捐赠我硬体 好 然后桌子上 就满满都是硬体 好 然后 然后我们这些作业 发现很多很多 很多业界朋友 也开来写作业 写作业 然后叫我review 我觉得这蛮棒的 就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想法 然后 很多以前打死都不敢碰硬体的同学 我说硬体稍快没关系 反正我就买给你 那你电脑太慢怎么样 我就买一给你 我买给你新的 但是你要加倍 可以拼命写 好 那就是说 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做 而且是 用很低成本是可以做的 那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 读得 有救命 距谱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